最近流感还有类流感疫情升温 有不少民众都会准备感冒药还有退烧药 但是有医生分享 一名60多岁男性 他只要有不舒服的情况 就会喝感冒糖浆新预防 最后呢意识不清被家人发现赶紧送医 检查之后才知道 因为他的肝指数标到将近2000 是属于急性肝炎 专家分析了 主要是因为副方感冒糖浆 部分呢会有止痛成分 也就是乙烯安分 一旦过量就会造成肝功能异常 带着小朋友住在诊所后诊区等看病 旁边柜台企业也排了一长条队伍 新冠疫情反转升温 流感也来势汹汹 最后民众只要不舒服 就会预防性喝感冒糖浆 却喝到药物性肝炎 一有不舒服或者有点担心 有一些感冒发生 他可能就是一瓶菜冠 一整瓶60cc的量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你的剂量超标 单次都是超过六倍以上 有医师分享一名60多岁男子 不止三餐饭后 只要有壳就会服用感冒糖浆 结果喝到被家人发现 意识不清送急诊 经过检查 肝指数飙到将近2000 已经是急性肝炎 说住家户病房抢救 副方感冒糖浆主要成分 除了避免想睡觉的咖啡因 还有止咳的可带因 都容易成瘾 另外也有厂商会加入 止痛成分乙烯安分 根据美国FDA建议 一天不能超过4公克 但已市售60cc感冒糖浆 里面有的乙烯安分就有0.9公克 如果没有医障 用药指示很容易就会超标 一次剂量大于7.5公克的话 就要很注意 乙烯安分在肝脏 它会产生有毒代谢物 没办法排出体外 喝过量 那长期下来 甚至造成肝的毒性 有时候是猛爆性肝炎 所以肝指数标很高 这个是有生命上的危险 医师也强调感冒糖浆 无法预防只能治疗感冒 一次最多就是5到10cc 千万不要喝过量 记者未挺于领域 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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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